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是你的恩典和怜悯 继续吸引我们 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你没有把我们 隐瞒在黑暗中 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 主啊 像战伊犁 他为你的话语的应验 忠心的祷告 你就向他开启 七十个七的奥秘 主啊 今天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 像战伊犁一样 成为你所倦爱的人 主啊 今天也向我们继续来启示 你将要再来你的时间表 愿我们都称 有耳可听的人 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人物讲座 第187天 但以理书第九章 七十个七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讲的 就是七十个七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苦口活心的 一再的吩咐 要爱神 遵行神的话 然而 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 因为受罪性的控制 就向神独立 离弃神 拜偶像 于是神事先警告的惩罚 就领导他们 国家被灭亡 百姓被捕 祖前605年 在约亚晋作王的时候 约亚晋王和包括 但依林和三个同伴都被捕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被捕 南方的犹大国经历了三次的被捕 在神整个经轮行动的线上 神有三个主要的行动线 第一是旧约的以色列人 第二是新约的信徒 和造备 第三是外邦人所在的世界局势 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是圣经的主角 但是当他们离弃了神 神就兴起外邦帝国来管教他们 甚至国家被外邦帝国灭亡 百姓被捕到外邦之地 处于亡国奴的地位 受到歧视 嫉妒 陷害 在贝鲁时期 外邦帝国和君王 似乎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可是戴伊里书却见证 这些君王都受至高的活神所掌控 耶和华神才是最高的掌权者 新王 废王都在于他 好 我用一张简单的图表来讲这幅图画 这是时间的长轴 神在 开始的时候 照着神的形象 造了亚当 可是亚当 可是亚当堕落犯罪了 亚当的族类就一直的堕落 到了人类的第二时代 神呼召出信心的族类 亚伯拉罕 从他就兴起了一条新的线 那么其他没有蒙召的 就是要做外邦人 外邦人有一条线 亚伯拉罕信心的族类 有一条线 神把他们带进了美地 他们在那里生活 却忘记了神 于是他们的圣殿被毁 国家灭亡 百姓被掳 这条线好像从舞台上消失了 非常的浅薄 那么神在这段时间 就兴起了四个主要的外邦帝国 在这个外邦帝国的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主耶稣出生了 他在十多加上病死 然后成为赤生命的灵 于是先是犹太人 就是亚伯拉后裔的子孙 犹太人接受了 他们就产生了第三条线 然后外邦人 也包括我们也接受了 我们就成了新约的信心族类 这就是信徒和造会 这条线要一直延续到永远 在外邦帝国的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看见消失的以色列人又在舞台上出现了 他们复活了 他们也收回了耶路撒冷 然后我们看见基督就要再来 他的来临要打碎地上的外邦帝国 然后引进他的千年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 千年国之后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整个从亚当一直到新耶路撒冷 这都是神在那边掌权的 那么在诞义里书 神也给我们启示 在基督的第一次造成肉身之前 他第一次的来 有敌基督的预表 来逼迫以色列人 那么在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就是在千年国之前 要有敌基督的大大的来破坏 神旧约和新约的子民 但愿你书第二章 尼布贾尼撒的梦 这是对世上列国的预言 也是横跨了整个公元 从祖前第六世纪 一直到后面 整个的世界历史 首先是金头预表 巴比伦帝国 巴比伦随后就被马代波斯帝国灭亡了 于是英雄和宝贝就出现了 之后 马代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帝国来取代了 同腹和腰的预表 接着希腊帝国 我们看见有罗马帝国 两条铁腿预表东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当地上有十个 半铁半泥的脚趾头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末期了 我们今天也就在这脚趾头的时候 就有一块石头 非人手所着的石头 砸了下来 这块石头就是预表基督 还有他的得顺者 要一同的来临 好 我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认识戴衣礼书 还有他的时间和内容 做了一张表格 我们看见第一张 戴衣礼和同伴被掳了 但是他们在饮食上得胜 不吃败过偶像的食物 这成了整个戴衣礼书的一个根本 第二张 我们看见尼布贾尼莎 梦见一个大人像 是由戴衣礼来解释 第三张 尼布贾尼莎不想 他的国家只有在头这部分 他就做了一个 全部是金的大人像 并且让他的承载都从不来 膜拜 不膜拜的话 要丢入火窑之中 但是我们看见戴衣礼的三个同伴 就是胜过火窑的威胁 不惧怕王的威胁 在火窑中 他们与神子基督在那里一同的游行 到了第四章 这是到了尼布贾尼莎的晚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非常的骄傲 认为都是他凭着自己的力量得到他的国度的 结果他被神严厉的管教 等到他知道至高者来掌权的时候 他才恢复过来 到了第五章 我们看见 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 博萨萨被神警告 巴比伦帝国当天晚上就被波斯帝国灭绝了 到了第六章 我们看见在波斯帝国的时候 弹衣里被陷害 然后扔入狮子坑 神却封住了狮子的口 这里 我们用颜色来表征 中间的这两个粉红色的是一对 然后三个同伴胜过火窑的威胁 跟弹衣里胜过狮子坑的威胁 也是一对 第七章 弹衣里梦见地中海出来的四个兽 也就是神给他看见 尼布贾尼撒在第二章 看见是大人像 就是神的眼光看出来 却是四个兽 没有人性的野兽 所以这个成了三对 那我们现在看 前三个 前三章是在巴比伦帝国的初期 启示的 第四章是到了尼布贾尼撒的晚年 第五章是到了巴比伦帝国的 最后一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第六章是在波士帝国的初期 第七章又回到了巴比伦帝国的晚年了 这个是在伯萨萨王的元年的时候 可是弹衣里书并没有照着他的时间的顺序来安排 他就是要启示会有这样的三对出现 然后第八章 我们看见弹衣里更加的详细看见 这四个兽里面的第二个兽和第三个兽是以公民羊和公山羊出现 并且第一基督御表也出现了 就是他看见四个兽里面的更加的详细的事情 那这个是在巴比伦帝国的晚年的时候了 因为巴比伦帝国将要灭亡了 所以第一个兽就没有在第八章里面出现 然后第九章 但异里为七十年将满 他要回归 以色列人回归祷告 神就给他看见了七十个七的启示 这个时候是在波斯帝国的第一年 所以我们看见了 因为弹衣里是为这个回归祷告 他是一直在祷告 所以才有第六章 波斯帝国初起的时候 可能在波斯帝国第一或第二年的时候 弹衣里就被陷害 扔入狮子坑里头 仇敌想要停止弹衣里 禁止他继续为回归祷告 他就被迫害了 尼布贾尼莎在梦中所看见的大人像 就是第七章 弹衣里在梦中所看见的四个兽 在第五章的末了 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灭亡了 照着神所定规的 巴比伦这个金头就结束了 第九章就来到了 迎凶堂和宝贝的马代波斯帝国的连年 马代族亚哈水族的儿子大利乌 立为迦勒底国的王连年 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知 耶和华临到声言者耶利敏的话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了 我便禁食 披麻蒙灰 面向主神 寻求祷告 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 认罪 说 哎 主啊 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 并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悖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 众生言者 在你名里 向我们君王首领 列祖和那一切 和那地 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 公义归于你 满面羞愧归于我们 因为他们犯了对你 不忠性的罪 耶和华满面羞愧归于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连续和饶恕归于主 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背逆了他 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 没有遵行他借 仆人众生言者 摆在我们面前的训诡 因此在你仆人 摩西律法上 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倾倒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但你在这里的祷告 把他自己连于犯罪的百姓 我们 这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身上 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 耶和华我们神的恩惠 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 留心你的真理 所以耶和华 留意使这灾祸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不留意神的话 神是留意他所说过的话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的 神是完全照他所说的话 来执行的 这是公义的 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啊 求你垂听 主啊 求你赦允 主啊 求你倾听 并行事 这行事就是 照着神所说的七十年 让他的被辱的百姓回归 我的神啊 为你自己的缘故 求你不要辞言 因你的城和你的名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但以理在如此迫切祷告里 把他自己连于神的百姓 尤其是为百姓所犯的罪 来认罪 他也根据神的公义审判 来承认 神所降下的惩罚 都是神事先清楚 警告过百姓的 当但以理还在祷告认罪 为神的圣山恳求的时候 天使长加百列 来到但以理这里 向他说 你出恳求的时候 就有命令发出 我来告诉你 因为你是大蒙倦爱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事 思想这意象 但以理是 开始祷告的时候 有命令发出来了 为你本国之名 和你的圣诚 已经决定了七十个期 要终止过犯 了结罪恶 为罪孽成就平时 殆尽永远的义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所 所以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 重新修建 耶路撒冷 直到 尼赛亚军的时候 必有 七个期 和六十二个期 即使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 也必连接带好 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 尼赛亚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结局必有洪水 并一直到处的征带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一个期的盟约 到一期之半 他必使 祭祀和贡献止息 并且以那造成 荒凉者的可证之物 代替祭祀和贡献 直到所定之 完全的毁坏 倾倒在那造成 荒凉者的身上 以上的这四节经文 是整卷 但以理书中 最宝贵 最重要的一段 这几节所提到的 七十个期 乃是明白 圣经预言的钥匙 这预言 乃是为以色列民 和圣城耶路撒冷 为主要对象 这是为了神 就约选民的 在神的时间表上 已经决定了七十个期 作为神经文中 重要事件的顶层碑 七十个期的目的 不是为了满足 人的好奇心 想要知道 末世何时来到 而是要终止过犯 了结罪恶 为罪孽成就平息 殆尽永远的意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胜所 今天在旧道理 外邦人的政权之下 过犯 罪恶和罪孽 到处猖垮 当基督在所竭力的时候 来砸碎 人类政权的时候 过犯就要终止 罪恶要被了结 罪孽要被平息 这个意象 首先是对以色列人 将终止他们的过犯 了结罪恶 为罪孽成就平息 这是预言 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以色列将会仰望 他们在十字架上 所砸的耶稣 彻底的竭尽罪恶 于是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寄 必有拯救者 从西安出来 他要从雅各家 消除物前 这个意象的第二个部分 是殆尽永远的意 并高至胜所 预言弥赛亚 就是基督的再来 将以公义掌权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必安然居住 人要称呼他的名 为耶和华 我们的意 所以是殆尽永远的意 并且在新天新地 有意居住在其中 圣殿也将因神的荣耀 归回而重新被充满 并且被高抹 在戴伊里祷告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圣殿 被巴比伦帝国毁灭了 将近有七十年 他们回归之后 重建的第二圣殿 到了主后七十年 也被毁了 至今第三圣殿 还没有被建造 所以至圣所持 一直受到玷污 并且破坏 但是当七十个七 结定的时候 来到时 圣殿要被建造起来 也被洁净 然后至圣所 要有正确的高抹 这就是说 对神的侍奉 要得着完全的恢复 就是以西节书 四十章之后 当神的荣耀 回到了第三圣殿中 祭坛的献祭被恢复了 至圣所就要被高抹了 七十个七 每个七的长度是七年 不是七天 因此七十个七 一共有四百九十年 这四百九十年 被神分成了三个段落 第一个是七个七 第二个是六十二个七 最后还有末后的一个七 这三段都是以七 来做它的根本的单位 第一个段落 头七个七的四十九年 从初令 重新修建耶路撒冷 到修建的工程完成 第二个预言 第二个段落 有六十二个七 从耶路撒冷城墙 被修建完毕 到弥赛亚必被剪除 是这预言中最长的一段时间 有四百三十四年 弥赛亚就是新约的基督 在弥赛亚必被剪除之后 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结局必有洪水 并一直到底的征战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就是在基督被定十字架之后 耶路撒冷城和圣殿 会被毁灭的 第三个段落 是最后的一期 将会有敌基督出现 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一个七的盟约 到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 并且以那造成荒凉者的 可证之物 代替祭祀和贡献 直到所定之完全的毁坏 倾倒在那造成荒凉者的身上 这就是敌基督 要定一个盟约 然后在三年半的时候 他要停止圣殿的陷阱 然后以他自己的可证之物 来代替 放在圣殿中 好 我们看一下 但以这个七十个七 在时间上 是怎么样一个图表来安排的 在祖前六百零六年 犹大亡国了 祖前五百三十八年 波士王古列下招 以色列反国建造圣殿 到祖前四百四十六年 波士王亚达歇西王下招 让尼西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这个城挖了七个七 也就是四十九年建好了 然后从城墙建好之后 我们看见 这个是到了公元的 公元没有零年 所以公元的元年出现了 然后到了祖后三十二年 尼赛亚被剪除 所以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 有六十二个七 就是有四百三十四年 这就构成了这七十个七的 前面的六十九个七 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 但是从这之后 就有一段 他这里面并没有来提到的 也就是要最后有一个七 要出现 最后一个七出现的时候 就是他分成两段 是狄基督要立合约建造圣殿 这是第三圣殿 然后到了一七之半 他要破坏这个合约 禁止以色列人炫祭 然后地上展开了 大灾难 那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的 末后时候了 为什么呢 因为1948年的时候 以色列已经复国了 从消失的舞台上又出现了 并且在1967年 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 可以来建造圣殿 最后主的带来 就是有哈米吉顿大战 基督要带领得胜者降临 橄榄山 拯救武色列人 这也就是那个大人像的 整个人像会被基督和得胜者来砸碎 那么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很长的 七十个七里面没有讲到的 这叫做教会的奥秘时期 圣经中的七是神工作的完成 在创造万物的时候 神用了六天创造 到了第七天 神看一切是美好的 神非常满意 所以神就安息了 所以七是讲到神工作完成 并且神安息了 安息和我们一般人说讲的休息不同 我们工作会累 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恢复体力 然后继续工作直到完成 可是神是全能的万能的 他不会累 他也不用休息 所以不是休息 另一面即使我们工作完成了 但如果工作做得不是很满意 也不见得有安息 但是神的创造 尤其是最后造出了一个 有神形象的人 摆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 是神非常满意 他说甚好 所以他安息了 所以七主要是讲到 神工作完成 他安息了 因此神就制定 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 安息日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人被造出来的第一天 就是安息日 不是开始做工的 而是享受神的安息 所以我们要先来享受神所完成的 神所满意的安息日 神满意的我们也满意 这就是以神为乐 可是堕落的罪人 就是不知道如何来安息 即使在旷野天降马拿的时候 在神吩咐人不可外出的安息日 还是有人外出去找马拿 后来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士一再的不遵行 神所制定的安息日 所以神的惩罚 跟安息日里面的七 这个数字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看见 七十个七 还有七十年回归 都是跟七有关的 另外除了安息日 我们看见 每六年 你要耕种田地 收藏地的出产 到了第七年 地要有完全安息的安息 你不可以耕种田地 要让田地也得安息 就是在进入美地之后 以色列人他们每隔七年 就要有一个安息年 使地能够得安息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个七年 这就使你有了七个安息年的时期 一共有七七四十九年 这就跟刚才七十个七里面的 第一个段落 是有七个七 很相像的 可是在这里头呢 你们要把第五十年 分别为圣 使遍地向一切的居民 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 归回本家 喜年是要宣告自由 使因为穷困卖身为奴的 得以自由 并且使卖家业的得回 失去的产业 因此圣经中七年 是一个安息年的循环 每隔七年就有一个安息年 七个七年之后 是洗年 然而因为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 离弃神 不遵守神的律法 也就不实行安息日 更没有安息年 也没有洗年了 因此神决定七十个七的期限 就是根据安息年而来的 所以神的咒诅临到 把百姓逐出美地 是要使地得到安息 因此七十年回归的期限 是要来应验耶和华 借耶利弥所说的话 直到地享了安息 地在荒凉的一切日子 便守安息 只满了七十年 所以我们看见的七十年 神制定的是让贝鲁的百姓 他们离开了 然后地得到安息 七十年之后 还把他们带回来 因此七十个七 就是根据贝鲁的七十年 贝鲁的每一年 算为一个为其七的安息年 就有七倍了 为什么有的七倍的惩罚呢 因为在历位纪 神曾经警告过百姓 如果他们背弃神 将会受到七倍的惩治 好 七个安息年 也就是七个七 加上后面的一年 就形成了一个喜年的循环 也就是每隔五十年 有一个喜年来到 这循环之后的那一年 奴隶要得着释放 产业要归还连主 七十个七 也就是有七十个安息年 七十个七 特别提出了 第一个七个七 就是暗指的第一个喜年 可是那个喜年没有来到 又继续下去了 并且和最后一个安息年 也就是第七十个七 这就是七十个七里面的第一段落 和最后的一个七 在第一个七 在第一个七之后 并没有立即进入喜年 乃是要经过六十二个七之后 需要弥赛亚 就是基督被剪除 也就是基督被定十字架 解除了人所有最终的挟制 释放了所有最终的奴隶 奴仆 并且得以归回失去的产业 就是享受基督做美帝的丰富供应 还得以回家 回到了神的家 与家人相聚的 神与人的共同生活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 没有实行喜年 在贝鲁离开美帝之后 要由尼赛亚被剪除 所带来的救恩 真正来赎回来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与实际的产业 可是他们一直不相信 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释放 没有得到洗年 以色列人虽然在贝鲁七十年回归了 但是因为他们又堕落 成了不冷不热的宗教缘故 必须等到四百三十四年之后 基督才成为肉体 完成救赎 宣告洗年 这个洗年是需要相信基督 才得到的 在弥赛亚被剪除之后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算是一个空档 在旧约时代是个奥秘 没有启示给任何人 连弹衣礼都不知道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出来了 这个奥秘就是那个空档时间 在别的世代中 就在过去的世代里面 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 像如今在灵里 启示他的圣徒 圣使徒和圣言者一样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个身体 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 这也就是我在前面的那个图里面 以色列人是有这个神的祝福的 但是因为基督的来了 所以犹派人 还有我们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成了新约子民的 这条信心的线 是同为应许的分享者 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 造会 外邦人和犹太人 要同为后世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七十个七 首先 第一段落是头七个七的 七七四十九年 从初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到修建完成 这头七个七的四十九年 是从波士王亚达薛西在位二十年 下令宁西敏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开始 四十九年之后 整个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完成 宁西敏所建造的城墙 仅仅是围绕着圣殿的那一带 范围不大 所以他只花了五十二天就完成了 但是 整个耶路撒冷城墙需要在艰难的时候 连接带好 需要有四十九年才建造完成 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个是尼西米当时所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墙 圣殿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喜安山 只有这么一块 可是这个耶路撒冷是到了大卫 还有特别在所罗门时候就扩大了 除了原初的这一块 还扩大了整个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需要有七七四十九年 才完全的建好 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时起 到尼赛亚被剪除 一共有六十九个七 即为四百八十三年 根据历史 主前四百四十五年 波士王亚达学习下令 尼西米回归 好 这个起跑的枪打开了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到了祖后三十二年 尼赛亚就是耶稣被定死了 中间相隔了 四百四十五加上三十二 一共有四百七十七年 可是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尼赛亚被定死 应该是只有 应该是有四百八十三年 我们看见有七个七 还有六十二个七 所以七加六十二 是有六十九个七 每一个七是七年 所以六十九乘七 应该是四百八十三年 可是这两者中间 我们看见 实际的从西元的算起来 是只有四百七十七年 可是从但以理的预言 我们看的是四百八十三年 两个中间怎么会差六年呢 许多人马上觉得就有问题了 什么预言是个不准确呢 我们要认识圣经所使用的年 跟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年不一样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太阳年 是由罗马第一任 该沙皇帝所制定的 称为Julian Talender 是根据地球绕太阳的时间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年天 每年多出来的点二五天 在每隔四年就累积成一个润年 可是圣经中的一年是三百六十天 这三百六十天又分成了十二个月 每个月有三十天 然后每隔几年被加上一个润月 这是照着月亮绕地球的时间而定的 例如 在启述路十一章第二节 预言外邦人要践踏耶路撒冷四十二个月 启述路十一章三节 则预言 在这段期间内 也就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神要猜浅两个见证人来 所以我们看见四十二月 每个月有三十天 就是有一千两百六十天了 所以这两个数目是同等的 所以我们知道每个月是三十天 我们要比较两种不同的年数 我们把一个转成了日 然后转成日 转换成另外的那个年 我们来看 那就很容易了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我们先把犹太力来换算成太阳力 七加六十二等于六十九个七 因为每一个七是七年 所以六十九乘七 一共是四百八十三年 因为圣经每一年是有三百六十天 所以四百八十三乘三百六十天 就得出了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了 这七十个七 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的部分 是第一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加起来一共有六十九个七 一共有四百八十三年 换成的日一共是有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日 让我们把这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日 转换成目前通用的一年 一年是有三百六十五点二天的太阳力 这两个数字一除 我们就得到了四百七十六个太阳年 这个四百七十六个太阳年 也就是六十九个七所预言的 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到尼赛亚被定死的太阳年数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实际发生的记载 明星理记第二章告诉我们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尼赛月的时候 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重建 耶路撒冷城墙 这是祖前四百四十五年的三月十四日 大英百科全书指出 这位亚达薛西王是在祖前四百六十五年 七月登基 做了马代波斯帝国的王 根据希伯来人的传统 在记载中没有提到某个月的几号的时候 就是指那个月的第一号 第一天 因此亚达薛西王下令建造城墙的日子 是在他登基的第二十年 也就是西伯来利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的 尼赛月第一日 而祖前四百四十五年的尼赛月第一日 就是三月十四号 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头 我们看见祖后三十二年 尼赛月十号 耶稣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百姓欢呼称他为王 也称他为大魏的子孙 主耶稣既是王又是大魏的子孙 就是尼赛亚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节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了 人子将被交给人定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的定十字架 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 你三月十四号就是逾越节 他就被定了十字架 被剪除了 让我们算一下 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 亚达学习王下令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到主后三十二年 三月十四号 耶稣被定十字架 两个架起来 一共有四百七十七年 扣去了 没有公元零年的一年 正好是四百七十六的太阳年 前面我们从六十九个七的一年 三百六十天的犹太历 转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太阳历 正好也是四百七十六的太阳年 所以两者完全相同 没有任何的差异 圣经中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 在七十个七的第二个阶段中 尼赛亚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这是指基督的定十字架 这是人类历史上 也是人神经文中 非常重要的领程碑 尼赛亚被剪除 就是基督的定十字架 乃是救造连同救造里 堕落之人类政权的了结 并且借着基督的复活 使神的心造连同神永远的国 做神在新造里神圣的行政 有新生的起头 因此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工作的中心 并且要普及到整个新造 关于尼赛亚被剪除的这句话 不是坏消息 乃是好消息 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了结了救造 然后在他的复活里 他成了赤生命的灵 使神所拣选的人 可以有新生的起头 成为新造 在伊理书九章二十六节 预言基督之死的话 乃是一个福音 是大好的信息 可是尼赛亚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这句话就很难理解了 怎么是一无所有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启示的背景 是指在外邦帝国 掌权的旧造中 所以这一无所有 是指的旧造 全部都被消灭了 一无所有 在基督的新造里面 旧造是一无所有了 过了六十二期 尼赛亚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索 结局必有洪水 并一直到处的征战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这句话有两个部分 头一个部分是说到基督的死 第二个部分 却说到另外一件事 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索 这一王指的就是 罗马帝国的提多太子 在祖后七十年 带着他的军兵 来毁灭耶路撒冷城 和第二圣殿 提多也是敌基督的 另外一个预表 为什么会有这个毁灭 耶路撒冷城和第二圣殿的事呢 因为犹太教又变成了一个 仅有外面仪式的一个宗教 没有实际了 经过四年多的围城征战 提多攻破了耶路撒冷之后 他屠杀了一百一十万的犹太人 又把剩下的九万七千犹太人 卖为奴隶 他焚毁圣殿 并且把圣殿整个拆掉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的 完全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 这个毁灭发生在主后七十年 就是战伊里 当二十六节下半所说的 携局必有洪水 并一直到底的征战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耶路撒冷大约有半个时期 是无人居住的荒凉 因为回归的约翰人 拒绝弥赛亚 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 还把他定时剪除了 因此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 再次的被毁灭 百姓被屠杀 贩卖为奴隶 以色列不但将精力逼迫和征战 圣殿也将继续的荒凉不得重建 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重建 荒凉到底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 还有十六到二十二节提到的大灾难 我们要知道英文这个字叫Tribulation 希腊文是这个字 初步就应验在提多太子的身上 他也是敌基督的一个预表 然而有些解经家说 大灾难已经在提多太子的时候屠杀 犹太人时完全应验了 不会再有大灾难了 这样的解经是扭曲了真理 因为主说 在主再来的时候 那时必有大灾难 这样的灾难 就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曾发生过 将来也绝不会发生 那些日子若不消减 繁蜀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 但是因为选民的缘故 那些日子必要消减 除了有提多太子 人为的这个屠杀 还有大自然的灾难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有气候变迁 有各种的洪水 山林野火等等的事情 都在警告我们 因为大灾难的那些日子必要消减 所以将来的大灾难只有三年半 后面的半年就是被消减掉了 而停止了 那时候的大灾难是由敌基督兴起的 大灾难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得胜者男孩子被提 撒旦就从天上被摔了下来 他看见日子不多了 就气冲冲的兴起敌基督 引起大灾难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也预言了 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 就可以知道他的荒凉禁了 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讲到了 将有大艰难降在这地 主在这里使用的大艰难 英文叫做distress 希腊文是anarchy 跟刚才的那个大灾难是不同的 所以路加的大艰难 是由提多太子带来的 而马太的大灾难还没有发生 还在将来 接着主在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四节预言 他们要倒在刀刃之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这个完全指的就是提多太子来 做的事情 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 所以这预言的前面一段 预言犹太人要被提多太子屠杀 又被掳贩卖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全都应验了 耶路撒冷从祖后七十年起 就一直的被外邦人践踏统治的 有十九世纪之多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 以色列复国了 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终于收复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外邦人的时期满了 所以我们说 今天我们是非常接近 主再来的时候了 以色列的复国和收复耶路撒冷 是主耶稣带来之前的 两个清楚的灶头 不是任何人能够编织出来 也不在人的手中 乃是在至高者的掌握之中 然后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主耶稣说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能力和大荣耀在云中来 这是一言主耶稣在大灾难末了的时候 会再次从天而降 主耶稣接着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的得俗尽了 这些事就是指着主带来之前的 许多灶头 主又说 你们要小心 恐怕因酗酒 沉醉 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膜 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 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 但是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得胜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得救 我们还要得胜 能够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就是被提了 信徒不仅得救了 还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得胜 被提到天上宝座前面 如同粗粗的果汁 也如同男孩子 成为得胜者 生命不成熟的信徒 将要经过大灾难 受敌基督的逼迫 如同庄稼 被烈日晒烤 借助于大灾难期间的苦难 得以成熟 并在大灾难末了的时候 被收割 也就是被提了 七十个期的第三个阶段 是最后一个七年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一个七的盟约 到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 并且以那造成荒凉者的可证之物 代替祭祀和贡献 直到所定之完全的毁坏 倾倒在那造成荒凉者的身上 这最后的七年 是开始于敌基督和许多人 包括以色列人在内 坚定一个盟约 在最后一七的一半的时候 敌基督将停止献祭 将他自己的像 就是那个可证之物 立在圣殿中 厉害地逼迫犹太人和基督徒 三年半 然后基督将从天降临 毁灭敌基督 在六十九个七的最后一七之间 有一个空档 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 在这空档里 在神圣奥秘的一面 基督在他的复活里 产生信徒 建造造会 做他的身体和心腹 在这个空档里 以色列一直在受苦 他们失去了祖宗的家园 被驱散到各地 然而神并没有忘记 他的子民以色列 他不断地向他们赐予 某种程度的怜悯 到了二十世纪中 这棵枯干了 两千年的无花果树 突然发愣 就是复国 掌业强壮 就是以色列人在神迹中复国 屹立在周边 阿拉伯国家中 做至高耶和华神的见证 也见证神的话 终必完全的应验 敌基督要与以色列人 坚定一个和平的盟约 他用诡诈的话 应许要帮助他们 也容许以色列人建造第三圣殿 并且恢复圣殿中的祭祀 然而在最后一期之半 也就是盟约过了一半的时候 敌基督要改变心意 抵挡神 使祭祀和贡献止息 这就是大灾难的起头 将会持续三年半之久 在大灾难期间 忠信的犹派人 和人留在地上的基督徒 都要受到敌基督的逼迫 大灾难的逼迫 要向烈日赛考神的子民 敌基督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之后 就以那时圣地荒凉者的可证之物 也就是敌基督的像 来代替树立在圣殿中 那时圣地荒凉者 这个就是敌基督之籍 至终神所定的完全的毁坏 必倾倒在那时圣地荒凉者 敌基督的身上 就是基督要再来 把完全的毁坏 倾倒在敌基督身上 目前我们已经来到 大人像的脚了 那末了的七年就将要来到 敌基督也将要出现 主后七十年 借着提多毁灭第二圣殿 犹害教和教会不再纠缠了 新约经纶也不再混杂了 两辆列车完全分开了 一辆继续在不幸 尼赛亚里被逼迫 终于复活 得回耶路撒冷 他们今天想要重建圣殿 另一辆列车 则在神圣的生命中成长 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 主耶稣刚出来禁职的时候 在宣读以赛亚书时 他停在了宣扬 耶和华越纳人的洗年 他并没有继续读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他把那句话截断了 在耶和华神越纳人的洗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之间 就是基督在建造教会 基督身体的奥秘时代 神并没有说明 教会时代的长短 只说直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这就是我们要积极传扬福音 使外邦人的树木填满的动机 当耶和华越纳人的洗年 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期将会到来 神报仇的日子 也就是基督的再来 将在最后的一期 阶段结束的时候得已完成 但伊里所领受关于七十七的话 不仅是个预言 也是一个对我们的警告 但伊里得着这七十个七 是在祖前五百多年 在历史上六十九个七 已经完全应验了 我们接近这预言的末了 将经历这预言最后一期 完全的应验 我们将七十个七的意象 连于神的经轮来研读 就会得到帮助 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了 我们该做怎样的人 还有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行 如何来生活 以便迎接主的再来 但伊里为神话语的应验 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他启示了七十个七的意象 也愿我们都坚定持续的 为神经轮的成就 祷告 求主祝福我们 阿们 好 我今天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今天交通就停在这里